2023年备受期待的《哥斯拉衍生剧帝王》计划强势来袭 作为《哥斯拉》系列的剧场版 里面呈现出的泰坦巨兽也将更加的多样化 本剧由多个时间线讲述了帝王组织的起源 以及发现各种泰坦巨兽的故事 废话不多说 证据开始 在1973年的骷髅岛上 兰达教授在一片熟悉的竹林中疯狂地逃命 身后时不时传来阵阵嘶吼声 当他好不容易逃出来后 身后的竹林中一只庞大的蜘蛛精也追了出来 兰达教授一刻也不敢耽误继续向着海边跑去 但是他两条小短腿怎么能跑得过人家八条十米长的大长腿 很快兰达就被逼到了绝路 眼见逃生无望 兰达解下身上的背包 从里面拿出一个绿色的文件夹 随后一咬牙扔到了大海中 里面都是他在骷髅岛记录的珍贵资料 希望有人能运气好找到他 就在兰达准备面对死亡时 两只庞然大物一言不合纷纷大打出手 一个是横行霸道的螃蟹怪 一个是走位灵活的蜘蛛精 到底谁更胜一筹还真不好说 而兰达也试图脱离战场 还没等兰达脱离危险 蜘蛛精就一个起脸输出 结果 两只巨兽竟然一同掉进了大海双双雨衣 兰达死里逃生庆幸不已 只是他宁死也要保住的资料已经飘向了远处 时间很快来到了2013年 日本海域的一艘渔船刚刚打捞起了一网渔获 一个眼尖的渔民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 扒开遮挡的渔获 一个绿色的文件包映入眼里 在海上飘荡了40年的骷髅岛珍稀资料 终于重见天日 时间来到10年后的2023年 凯特突然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 他急匆匆地从美国赶到日本 刚要准备下飞机 临坐的乘客便拉住了他 一群白大褂走了进来 给乘客们喷洒一种药剂 据说是能隔绝气味避免被怪兽嗅到 现在的日本已经被怪兽打趴了 到处都是警示标志 甚至连城市里都布满了防御武器 很快 凯特根据地址来到了一栋大楼下 这里有一套公寓是父亲留给他的 只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事 这里竟然住着一对母子 要不是这里摆放着父亲的遗障 他还以为走错了地方 在和这对母子简单的沟通后 凯特差点当场炸裂 眼前的女人竟是父亲的另一个妻子 而男孩则是他同富一米的弟弟 看来他父亲玩得也挺划 竟然在美国和日本都有一个家庭 而且双方还都不知情 这下凯特彻底恼怒了 连父亲的葬礼也不愿参加 就要直接返回美国 凯特刚要把这个复兴汉的事情告诉母亲时 突然想起了警报 行走的路人同时停下了脚步 随后风一般地向着一个方向狂奔 凯特愣在原地不知损错 一个不小心被奔跑的路人撞倒在地 慌万间被赶来的次元扶起 随后他们随着行人 一起进入了巨兽避难所 看着慌乱的人群 凯特不由地想起了 当年他在旧金山被哥斯拉袭击的时候 他乘坐的校车被困在跨海大桥上 当他侥幸从车内出来救下几个孩子后 校车就被哥斯拉抛出的巨石砸入海中 致使校车内还没来得及逃生的孩子丧命 亲眼目睹的这场悲剧 也成为了他一生难以抹除的恶魔 在等了不知多久后 警报解除 幸好这只是一场临时演习 完事后 次郎想要邀请凯特一起调查父亲的死因 两人来到父亲生前的办公室 凯特在揭开一幅地图后 发现了隐藏起来的保险箱 凯特尝试用他和次元的生日打开它 但都失败了 最后他灵光一现 用两个家庭所有人的生日组合 这次竟然真的被他蒙对了 让人惊讶的是 当初被渔民捞出的文件袋 竟然出现在保险箱内 而上面的符号又让凯特回忆起 当时在跨海大桥上 一群神秘人的身上 也有着同样的符号 现在凯特还丝毫不知 这个符号正是代表着帝王组织 文件包内装着一些 很有年代感的录像带 两人迫切地想知道 里面的内容和父亲的死 有没有关联 次元找到了自己的前女友黑妹 她是这种老旧物件的收藏者 同时也是一名顶尖的黑客 在黑妹的帮助下 录像带的内容被成功破解 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种录像带有特殊的识别码 就在被破解的刹目 帝王组织就第一时间收到了警报 组织负责人对此事非常重视 立马派人前往日本拿回资料 而此时凯特也被资料里的内容所震惊 里面全是兰达教授调查出的 各种巨兽档案 其中有一张照片引起了凯特的注意 这个站在巨兽脚印中的女人 竟然是他的奶奶惠子 这让几人惊讶不已 惠子为何会出现在帝王组织的档案中呢 殊不知 惠子早在1952年就加入了帝王组织 也正是由他带领的小队 发现了泰坦巨兽的命运 太可惜了